接著我們看第二種的量度方法,諾倫斜曲線 諾倫斜曲線要大家認識的東西不是很特別 你只認識一個,因為這個MC向 最多就是給你圖,然後就問問你 要你知道究竟誰是公平,誰是不公平 最後結論也是考慮公不公平的原因,情況,特徵 我們看一看,諾倫斜曲線我們怎樣看到它是公平 教公平的話,就是貼近這條45度線 這條打對角的45度線就是絕對公平 每樣東西都是1比1的,窮人是1元,有錢人是1元 好,那反過來,那絕對不公平是哪裏呢 我們要用highlight panel,就是這裏 OK,這個反L字,就是最不公平了,OK 好,你知道這樣的話,你會看到中間會給你一些線 給這條這樣的線,還有這條這樣,左手邊這兩幅圖 左右兩邊的差異就是,一條就近這條45度線,一條就近這條反L線 所以越近45度線呢,那就越公平 越近反L線呢,那就越不公平了,OK 就是這樣而已,我們看看那些MC會不會怎樣考慮 好,那譬如這一條,貼了下來 他這裏就告訴我們,現在這裏有兩條線的,有一條是舊的,有一條是新的 那這條呢,就是舊的,這條呢,就是新的 好,那接著就問你,有什麽政策,是會令到這個 下雷子公司有以上的轉變,好,那就是我們要定義 這個轉變是什麽,公平了還是沒有那麽公平 OK,因為下雷子公司唯一良多謝就是收入不均 好了,那現在我們新的那條呢,是近近45度線的 向著45度線動了,所以應該是公平了的 我覺得收入不均是會拉,即收入差距就會拉窄了 好了,那大家看一下,那如果收入不均拉窄了的話 要不就是有錢人的收入下過了,要不就是窮人的收入就上升了 那才可以拉窄的,是吧? 好了,那大家看一下,利得稅是稅率 稅率減低了,那就是說,稅是誰比較的?有錢人 好,減低了,有錢了,拜拜 OK,好,減少身奉稅的,免稅人 好了,免稅是什麽來的?是令到那些人不用交稅 即是你夠窮的話,你收入不夠高的話,你真的要享受這件事 減少了,那這個享受的東西是少了的,窮人關係 那時候,窮人要交代,多了窮人要交稅了 那所以,他們是窮了的,OK,拜拜 好,接著,提高身奉稅的累積程度 好了,累積程度是什麽意思呢?就是開頭那些人 開頭那些人的稅率就會在這些位置低一點的 OK?後來的人就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那什麽是後來的人呢?就是有錢高一點收入的人 OK?好了,將累積程度弄高一點 那這條線呢?我們就將它弄斜一點 OK?那這就是同樣的 我放在這裏 對了,那同樣收入的人 他們現在要交的稅呢? 稅率就高了 好了,紅色的線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我 這個呢?就是稅率來的 那下面這裏呢?是收入來的 好了,所以,我累積程度高了的時候 那就是說,我同樣收入的時候 我就要給多一點的稅率,有錢些 後面有錢些才受最大的影響 那所以,這個似乎是將有錢的收入減低的 OK?對不對?那所以呢,C就是答案了 好了,D是什麼呢?離境稅 離境稅是什麼呢?在服務上收稅 OK?那換句話說,它是一個累退稅 來的 累退稅有什麼特別呢?就是收入越高 稅率越低 所以對有錢是比較好一點的 OK?對不對?所以不關於事了 接下來事情已經要變得很高 好,趁現一次